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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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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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茜 他們的現金也不見了 可是當時一連串的壞事 並沒有引起他們足夠的重視 就連門鎖都沒有更換 他那個暗戈是比較隱蔽的一個位置 這三年之後這個命案現場 兇手又翻動了這個暗戈 所以我們斷定 這個嫌疑人跟三年前 他家裡這個實踐案是有關聯的 有可能是同一個進入過現場的 一直以來 李瞳一家三口 都是住在一起的 只是案發前兩個月 汪霞才去女兒的學校陪讀 因此警方判斷 犯罪嫌疑人應該非常熟悉 李瞳的家庭情況 並且雙方認識至少有三年以上 那正好剛剛是陪讀 那兩個月的 所以這個具備的第一個條件 要充分了解他家庭情況 案發前一晚 李瞳開車將妻女送到學校 之後獨自回家 並沒有與人發生過爭執 而據他身邊的人的描述 李瞳家庭和睦 應該不存在情感糾葛 他夫妻感情很好的樣子吧 他看老婆看他小孩都很重 李瞳的生活很簡單 基本上是家裡和理髮店兩點一線 但是因為工作性質 他接觸的人又非常多 一年的陸陸續續跟過他學徒的這一塊 都有僅二十個的人 所以他認識的人很多 很多 很雜 顧客也多 因為他做這一行做得比較久 李瞳說 弟弟為人和善大方 並不曾與人截怨 這與警方調查的情況 也基本一致 他這個很穩健的就是性格上 他的口碑沒有不好的 因為他這個服務行業 他的性格也是要比較隨和 也比較蠻好說話的 人相對來說口碑還是可以的 沒有說什麼特別難講話 在外面截仇 截怨 所以這也是困擾我們的一方面 一個近期有著黃色旗肩髮 對被害人家庭情況十分熟悉 並且與之相識三年以上 具備作案時間的女性 按道理 並不難排查 然而 警方前前後後排查了上百人 卻一無所獲 犯罪嫌疑人與李瞳至少相識三年之久 可是被害人親屬 似乎並不知道這個人的存在 在他們的印象當中 身邊沒有誰的頭髮 是和死者手上的頭髮類似的 那麼 案發現場 附近出現的那個行為 詭異的女人是誰呢 她會不會就是兇手呢 讓我們明天一見